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一套我们的德国科勒多cosmos 儿童的DIY可以制作出来我们的植物或者是养殖出来我们植物的一个小的玩具组套装 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更新 然后我们这个是过了两周之后 我们的小碗豆呢已经开始发芽了 可以看到它的根部呢是长出了非常长的 然后非常牢固的绑住了我们这边的这个带了水的棉花 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土壤当中 让它呢能够长得更加的茁壮一些 我们会在视频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 继续给小朋友带来我们的更新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着我们的小朋友观察到 我们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我们的这个植物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一个订阅 就是我们左边呢有个红色的订阅按钮 订阅了之后呢每天每周推出来的视频你就能够及时的收看到 然后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 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都可以邀请你来参加 我们可以把它呢直接放在我们的土壤当中 上一期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展示过了 在里面呢我们也放上了我们这个小的豌豆 但是呢感觉好像相对于我们这颗豌豆呢 它发芽发的更慢一点 我们这边呢可以给大家再找出来看一下 发芽的这个速度都是不是特别一样的 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